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四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欣宇 受著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現時各區的氣溫方面 大約在15、16度左右 天氣都比較清涼 看看一些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一度雲帶現時覆蓋廣東河岸 熱至南海北部 不過我們看到雲帶主要都是低雲為主 下午有機會會轉搏 以及看到一些陽光 所以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初時會大致多雲 早上會清涼 下午會漸轉天晴和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在19度左右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東北風 我們預計這個季後風 將會在本週後期 逐漸被一股偏東氣流所取代 屆時到週末期間 日間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我們預計一股季後風的補充 將會下週初抵達華南 在雲雨預報圖都可以見到 這些雲雨帶 將會在下週初逐漸靠近廣東沿岸 我們帶來一些幾陣雨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早上仍然是清涼 去到週末期間 日間的氣溫會稍為回升 不過去到星期一、星期二 天氣會再度轉涼 並且還會有幾陣雨 這次的天氣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 再見